今天我們要正式宣布 我們要引進來台灣一個非常顛覆性的科技 今天我們要正式宣布 那我說顛覆性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要破壞市場 那並不是我想要做的 我的意思是這個科技能夠大大的提升我們台灣所有網球人口 能夠造福到很多人 並且可以永續的造福到我們好幾代的子孫 對我沒有騙你們 這個東西我們規劃的時間 已經可以用年來算了 但這個東西最厲害的是 這個科技對於你們 打網球或還沒開始打網球 你們來說完全免費 沒有錯你沒有聽錯 對你們來說完全免費 申請帳號跟使用不必花費你們一毛錢 當然的我們也不會因為你們申請帳號而賺任何一毛錢 那這個科技進來之後呢 它有很多的用途 我之後會拍更多影片來介紹 這個科技我也已經慢慢的測試 快要大概一年多了 成果非常的不錯 我的網球俱樂部的所有賽事已經改用這個科技了 那我在此身為地球聯盟頻道的創辦人 在此宣布我們地球聯盟正式引進UTR世界網球評分系統 UTR是世界上最精準的網球評分系統 在10年前創立 如今已經被全世界採用 跟以往的排名系統不一樣的是 它不是按照引幾輪而給予積分 而是根據對戰對手的實力 與對打出來的分數給予一個1到16.5的評分 它不分性別、年紀與國籍 每一個人都可以獲得UTR ATP、WTA以及ITF的所有選手也都擁有UTR排名 UTR也是美國大學聯賽的專用排名系統 也跟非常多的組織合作 像是Roger Federer的經濟公司 Team8 Rafael Nadell學院 IMG學院 ITA Tennis Australia PTR等等 同時也有非常多網球知名人物一同與UTR合作 像是Novak Djokovic Martin Nevertilova Jim Courier 等等 那在我自己的測試裡面呢 這個分數非常的精準 所以在我介紹各位UTR是什麼 以及如何獲得UTR之前 讓我先講講UTR對於各位 對於台灣的極大益處 那我先從最直接能夠幫上的人開始 第一波呢 是我們台灣目前的所有青少年 跟少兒的網球人口 以及未來還沒有接觸網球的這些人口 UTR呢 是美國大學所採用的評分系統 美國大學的網球隊的教練 會用來決定 每年度 全額獎學金 以及辦全額獎學金 要給誰的一個重要指標 那下次我們台灣也已經有很多位 非常優秀的網球青少年 透過UTR與教練的努力 拿到了美國大學的獎學金 那台灣並不是沒有UTR賽事 這幾年前一開始在辦的是蘇維宇教練 一年他大概會舉辦一兩次的UTR邀請賽 也因為蘇教練他住美國 一年也只能回來辦兩次 所以大部分的人 也比較少知道UTR是什麼東西 然後他能來幹嘛 那我們地球聯盟現在想要做的是 透過UTR為台灣的選手搭出一個橋 一個能夠通往美國大學的橋 以後別人問我們台灣的選手說 打網球到底能夠做一些什麼東西 你可以很坦然地說 美國大學是其中一個選項 那青少年這個群組呢 我是自己本身是特別感動身受 因為對於如何能夠透過網球到美國大學 是非常難去找關於這方面的資料 我自己就很清楚 因為我自己之前就走過 我以前也想要透過網球去練美國的大學 但到底要怎麼做到 那時候我真的是自己是感覺到非常的無助 因為你不知道到底要從哪裡開始 你說你這樣要去 到底要去哪裡找 以前誰去過 怎麼深情的 你根本不會知道 那像我是運氣比較好一點 我會英文 我都會英文的 我一樣會不知道要從哪裡開始下手 更不要說那些還小 還不會英文的小選手 他們到底要從哪裡開始去找 那我相信不只是我 這十多年來 其實很多人面對大學這件事情 有很多青少年應該 還感到非常無助 也不知道怎麼規劃 我希望地球聯盟能幫助到這件事 讓我的後輩 少走這樣的冤枉路 我們也已經跟很多的大學的Agency 有聯絡了 包括前期的規劃 後期的規劃 建立選手檔案 打Showcase 認識美國大學的教練 SAT跟托福要怎麼考 英文要怎麼學 等等 這些東西 Agency 都可以幫忙處理 未來我們也會邀請他們 到我們的UTR比賽 或上我們的頻道跟各位分享 關於這方面的資訊 第二個 UTR能夠幫助的是 就是它可以讓我們以後 不會再出現那種 低暴或謊暴比賽的問題 其實我並不是想要攻擊低暴比賽的人 其實對我個人來講根本沒有差 這個真正的問題其實是出在制度 以往NTRP的賽制就是2.0 3.0 4.0等等 報名的時候是根據一個主觀的決定 你自己可以決定你想要報哪一些 但這樣往往都會有很多的爭議 UTR這個東西它是一個比較客觀的 因為它是根據演算法去給予的 比較不容易造假 那這支影片稍微有點長 所以其他的幾個益處 還有它未來與國際接軌的功能 我之後的影片會再講得更細一點 每一個年齡層 每一個不同群組 UTR到底能夠幫助到你們什麼樣的東西 我之後再拍 那我們現在講講UTR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簡單的來說 它是全世界最精準的網球評分系統 它是透過演算法去產生你的實力數字 而這個數字會在1到16.5之間 數字越高你的實力越強 那各位也不用擔心太多 你們不用自己去算自己的分數 UTR是一個給比賽主辦方的科技 你們只要來打比賽就可以了 我們主辦方會把你們的成績輸入到UTR的系統裡面 它的演算法會自己運作 然後給你們一個分數 這個分數會顯現在你們個人的UTR頁面上面 這個分數它不分年紀 不分性別 不分國家 國際性的積分 今天假設說你的分數是5 UTR5 你去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 任何一個國家 跟一個同樣是UTR5的人對打 你們的實力就會是相同的 它就真的是那麼精準 還有一件事就是你們各位不用急著去辦帳號 雖然辦帳號是免費的 幾分鐘內也就可以設好了 但因為裡面都是英文的 所以怕你們填錯 那你們來打我們的比賽的時候 我們會幫你們用 所以不用急 我之後也會拍一集教學怎麼辦帳號 近期內很快就會拍出來 那我們來講講UTR的演算法是怎麼算的 我來解釋一下 UTR演算法會在你們開始打UTR賽事以後 用最近12個月的最多30場合格UTR的場次 去算出一個場次評分與場次權重 你們的UTR會是場次評分的加權平均 如果聽不懂沒有關係 我來講個簡單化版本 因為剛剛那是UTR官網的解釋 所以簡單來說你們會有一個實際表現跟系統預計表現 每一場UTR球賽都會有一個系統預計表現 這個預計表現會根據對戰選手的UTR分數而定 舉例來說 如果你們的對手他的UTR分數跟你一樣是5 系統會預計你們兩個人能夠拿到的局數會是相同的 這時候如果你拿的局數比對方多 你的UTR也就會提升 那UTR跟一般的比較不一樣 他不是看說你能夠贏幾輪然後給你一個分數 他是按照你在一個比賽一場賽事裡面 你多努力 你跟他對戰你多努力 你拿了幾局 他用這個方式來給你分數 你拿的越多局數的話呢 他提的越高 那我們假設說你的對手呢 他的UTR分數比你低的話 那怎麼辦 假設系統會預設你會以6比2贏 但是實際上你如果是以6比1 6比1贏的話 那麼你的UTR評分也會因此往上提升 因為你超越了系統的假設分數 如果對方擁有比你高的UTR評分的話呢 系統 假設說系統 假預計你會以3比6 3比6輸球 但是你最後是以4比6 4比6輸球 那麼一樣的你的UTR評分也會往上提升 也就是說UTR是不管輸贏 他管的是你能夠拿下幾局 這樣也不會因為有人碰到牆底就棄賽 因為重點是過程中你每一局你有沒有奮戰到底 只要你能超越系統預設你能拿的局數 你的UTR呢也就會跟著提升 那另外一個東西叫做比賽權重 比賽權重會影響你打完這場比賽 你的UTR會改變的多或少 權重越重的場次UTR的分數會上升或下降越多 權重呢會因為以下的因素而變重或變輕 第一個是賽制 賽制越長的比賽權重會越重 也就是說一個6局三盤兩勝的比賽得到的權重 會比一個一盤8局或一盤4局的比賽來得更有重量 也就是說那個比賽呢你們的分數會上或下更多 第二個是競爭性 選手之間你UTR越是相近 權重會越高 舉例來說一個UTR6的選手 與一個UTR5的選手對打 你們UTR可能相差1 那這個賽制的權重就會高過於一個UTR6跟一個UTR4 這兩個人UTR相差2 也就是說選手的UTR相差越少 該長次的權重也就會越高 第三個呢是可靠性 雙方選手的UTR越是可靠 權重會越高 選手的打的UTR長次越多 該選手的UTR分數就會越是可靠 因為有些人可能打的比較少 他贏或輸可能是運氣 但是隨著你打的長次越多呢 運氣這成分就會抽掉 所以他的是一個比較可以信任的一個分數 所以這時候你的分數是比較可以信任的 那UTR他們是說大概5場以後 你的UTR呢就會是一個可以信任的數字 一個實際反應你當下狀況的一個數字 第四個呢叫做時間降節 UTR的其中一個理念是客觀 並且實際的反應一位選手當下的狀況 所以他的演算法也是如此 越是進行內打的比賽呢 他的權重也是會更高的 身為一個選手 我們到底要如何最有效率的提升自己的UTR 這裡沒有太多的捷徑 第一個是compete well 享受比賽並且盡情發揮 當贏的局數能夠勝過於演算法系統 預計表現時 你的UTR就會提升 無論該嘗試你是贏家還是輸家 所以在比賽中盡情的發揮 並且不放棄 不要放棄每一局 嘗試贏更多局 這就是讓你UTR進步的最佳方式 那我們並不是第一個在台灣舉辦UTR的人 但是我們希望從此以後 UTR可以永久性的在台灣扎根 因為少了UTR 我們台灣的選手也就少了通往美國大學的一條道路 UTR也同時關係到我們很多業餘網球人 這我之後會再拍影片講解 那有關於UTR有任何不懂的地方 我會在這三週的每週三晚上九點鐘 準時在我的FB開直播 你們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私訊我或直接在直播的時候問我 那UTR它是一個真的能造福到台灣 整個網球產業的一個東西 那我相信這個東西對大家來講應該是 非常的陌生的 那希望透過這個影片你們可以稍微了解一點 但這個東西真的是已經在歐美是已經是很普遍的一個東西 那我之後會透過影片透過文章透過比賽 透過找一些懂這些東西的 可能是他們去過美國的大學 可能他們是在做Agency這一塊的人 我會把他們找來我的頻道或我的比賽 來跟各位分享這個東西是什麼 以及它的好處是什麼 好的各位那希望你們喜歡這一集 對於我們來講 這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一個東西 但同時它真的是一個 蠻值得慶祝的一個東西 好的各位那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非常感謝你們的收看 然後我們進行內呢 我們剪片師正在剪我們其他的教學影片 這幾天就已經上了幾步 發球跟接球的 那我們還有更多像是正拍反拍等等的 然後我們已經在戰術裡面也快出來了 單打跟雙打的一些比較厲害的一些戰術 我們之後也會有影片出來 然後也會包括一些關於訓練觀念跟技巧等等的東西 那各位希望你們喜歡這一集 然後希望你們可以多多支持YOTA這個計畫 多多來參加或來了解這個東西 那就先這樣囉 下次見 拜拜